朱元璋最后一道纸 后世对于朱元璋的评价 大多都是一个负面形象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 在封建制度的腐蚀下 也逐渐有了帝王的猜忌心理 后来更是杀光了和他一起打天下农民起义军 朱元璋在治理国事上一直有很大的争议 而且他也非常注重加强中央集权制 当时虽然对他管理的朝代来说不算弊端 但为之后的明后期也的确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在政治上 他不仅废除丞相和行中书省 还设立三思奔掌地方权力 严惩贪官和不法勋贵 在军事上实施畏锁制度 经济上大搞移民屯田和军屯 新修水利 减免税负 丈量全国土地 清查户口等 文化上 他紧抓教育大兴科举 建立国子健培养人才 而对外关系上 却理不争之国 在他的统治下 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 史称洪武之志 可以说他的确是智势之才 朱元璋专权 在死前的那一刻 他竟下了命令 让太阳站住 其实 当时的朱元璋已经双目失明 眼前都是朦朦黑暗的 他命人将自己的龙榻摆放在大殿前 想感受阳光的温度 只是 那时已经日落黄昏 夕阳依旧渐渐退去 知道自己已命不久矣的朱元璋 下了一生中最后的一道口谕 他命令到让太阳给咱站住 当时围绕在身旁的大臣 即便在惊讶 也不敢反驳 毕竟这是朱元璋的命令 又或者说是不忍心反驳 满足一个将死之人最后愿望 因此随着朱元璋的口谕溢出 这道圣旨请客就传至城墙之上 当然 让太阳站住自然是不可能的 只是当时的大臣为了圆朱元璋的一个梦 便谎称太阳站住了 当时的朱元璋因病驾崩 一代帝王就此陨落